各位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热线12 我是潮东 今天我们要关注一群来自海南的女孩 她们两次夺得了世界足球的冠军 这些孩子都来自大山 很多人都称他们是大山里边走出的铿锵玫瑰 你要不想不累的话在家里面去 她本身就累了 因为你们搞经济的不是健身 辛苦是辛苦啊 肯定要辛苦一点啊 扛不住也得扛住 本周五来自海南省大山深处的穷中女足 代表中国在2015哥德宝贝 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中成功夺冠 在海南有一群执着于足球梦想的女孩 她们就是海南穷中女子足球队 2015年7月17日 穷中女足这四个字成为了各大媒体体育版的头条 因为她们代表中国 斩获了享有小世界杯之称的 孤独宝贝 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的冠军 我们从日典回来之后 还是这样训练 该怎么练就怎么练 该怎么踢就怎么踢 可是谁又能够料到 现在这样一群赢得了世界级足球比赛的女足孩子 在没有加入穷中女足之前 甚至连足球是什么都不太清楚 你们知道什么是足球吗 知道 那我问你什么是足球呢 足球就是用海球来用脚踢 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足球队呢 因为参加足球队可以免费 上学里面找的学校给我钱 我当时带这种孩子的时候 他们有80%都没有见过大海 孙黄 没有见过大海 有些都没有到过县城 更不要说到过海口 我当时我记得他们第一次到海口来训练的时候 一看见那大海 把东西包往寝室里面一丢 哇就冲出去 第一次 穷中离足苗足自治县 位于海南岛中部 是国家级贫困县 山巒叠仗的自然条件 让大山里的孩子 过着相对封闭和原始的生活 穷中女足是穷中中学与该校体育足球教师萧山 与2006年组建了一支女子足球队 所有队员都来自农村 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离足 他们加入足球队的动机很简单 持住免费又携穿 而教练萧山却从他们身上 看到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所需要的钳制 孩子们这些学生主要是生活在山区当中 他们平时就在山里面跑啊跳啊 就是练就了一分好的身板 非常灵敏身体素质非常的好 你们光脚跑的 我有 你看 走快 像几几年跑 哎呀好 来自于大山山处的一些农村 五娘 你要给她讲道理 讲完道理之后了 她明白这一点 说因为什么 她想改变 她只有去奋斗 只有去努力 只有去拼搏 高宇轩就是十年前第一批被选入穷中女族的一位农村里祖姑娘 那个时候她只有十一岁 然后在这边训练的时候 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那时候小不知道嘛 训练的时候 小时候训练累的时候 睡觉第二天长起来就没事啊 就不会觉得累 足球是一个集体项目 很难很短时间内出成绩 需要至少三到五年的配合和磨练 而在穷中女族 创建之初 这支队伍别说出成绩 脸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宿舍还有就洗澡的时候 那个厕所 都是公用的嘛 然后那些门啊 那些窗是破的 在舰队之初 萧珊教练也挣扎过 这样的条件到底能不能做出成绩呢 真的想不放弃 要走 要走的话 当时队员们当时真的把我拦住 就说 教练你不能走 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后来想 真的是 当时那个时候 已经带他们几个月了 我当时想就是 我说我不为别的 就为这帮孩子 去拼一下 真要是不行的话 我说我也认了 当时一名普通运动员的伙食标准 是一天三十五块钱 而穷中女族的女孩子们是一天五块 早餐一块 午餐晚餐各两块 女孩子们有时候还没有从食堂走回宿舍 就已经又饿了 这让萧珊教练十分头疼 于是他带领队员们在球场边开垦了一块菜地 自己种植一些蔬菜来改善活食 对于二十多块钱一双的球鞋 他们更是格外的珍惜 破的时候我们就会补 还有一次是比如说 他两个左脚刀坏掉了 就穿两个脚刀穿右脚呗 就这样子 就是但是他穿的不对 但是他还我们也 因为没有鞋子了嘛 所以也要穿两边也要穿右脚 如果按照我们平常训练的话 我们一般一到两个月才坏一次 但是如果我们要是去有比赛集训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一到两个星期就会坏很多 一到两双这样子 补鞋已经成为了每一位女租姑娘的比修课 每一双鞋就算补到已经不能再补了 她们也舍不得扔掉 而是收藏起来 穷中女租的姑娘们 每天都要有超过八个小时的时间来练球 晚上的时间用来补习文化课 正常训练的时候一个月会放假一天 如果临近比赛要四五个月才能有一天假期 王秋凤上次回家已经是过年的时候了 王秋凤家一共六口人 全年一家人的现金收入不到五千元 贫困的生活让她变得很懂事 每次回家都会尽可能地帮助家里多做点农活 心里想她吧 默默想就不要打了她 她要顺练啊 要学习啊 第一次顺练的听教练的话 就是我们就是最放心的了 她那个教练也是父母的嘛 和父母简单地聊了几句话后 王秋凤就收拾东西准备返回球队了 她并没有太多不舍 因为在足球队里还有一个和她朝夕相处的足球老爸 在队里面跟她十年了嘛 就是跟亲人一样 我们之前都有叫她一个位号的叫足球老爸嘛 2011年 高宇轩等第一批穷中女足的孩子们参加高考时 是萧山教练和师母亲自到海口送考和陪考的 我们一考完试的时候就下大雨的时候 她就拿那个外套过来给我们 然后刚开始就觉得很感动嘛 然后就感觉说教练为什么 教练跟师母凭什么对我们那么好啊什么这样子 我们就觉得很幸运啊什么这样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 第一批穷中女足的姑娘们 十三个人 全部考上了大学本科 这些大山里的农村女孩子 因为萧山教练 因为穷中女足 命运得以彻底的改变 而萧山教练却为此付出了很多 因为忙于球队的训练 萧山教练和妻子一直没有生育 当问到她对此有没有遗憾的时候 她却给了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多了 我这孩子有多少 你叔叔有多少 我这么多孩子 真的 可以说是我把从第一批到现在第四批 都当成我自己 十年风雨 终见彩虹 穷中女足在萧山教练的带领下 想一颗颗小草在夹缝中顽强生长 有队员颠球一次最多能达到两千多个 十二分钟耐力跑 在三千米以上 这已经达到了中超男子职业运动员的水平 凭借着矫健的身体优势 和不怕苦不服输的顽强斗志 穷中女足的姑娘们一次次征战 绿营赛场 并取得了娇人的战绩 现在政府 爱心企业和一些社会公益组织 已经开始关注和帮助穷中女足 队员的生活条件和训练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 在穷中女足的感染下 足球现在已成为了穷中这座小县城最火热的运动项目 如今随着第四批队员的加入 去年任务越来越重 高宇轩等几位老队员大学毕业后陆续回到穷中 主动帮助肖山教练 分担一些新队员的训练工作 他们也相信 这种心火相传 不仅是踢足球 更是用意志信念和拼搏 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路走来 穷中女足的姑娘们 在国内国际上 很多地方都获得了荣耀 更是在2015年代表中国 斩获了哥德宝贝 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的冠军 可以说坚固的训练条件 并没有让这些来自大山深处的姑娘们退缩 反而成为他们努力的动力 下面我们要连线本栏目特约评论员张斌 张斌 你怎么看待姑娘们的拼搏精神 在那个地区 大概这个女孩子 十几二十岁 可能就嫁人 就生子 然后务农等等 就是循环往复的一生就开始了 其实我们来看 扶贫项目或者慈善项目 它的意义到底在哪 从穷中的这些女孩子们身上 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展现 这些女孩子最早加入足球队 其实没有一个是因为喜欢足球运动 更多的是因为这块能吃得更好 到这有一双比较好的球鞋穿 往往是一种最普通的脱贫的感觉 但是一旦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艰苦的训练以及优异的成绩 让他们不但满足了自己的物质生活 同时内心得到了满足 这恰恰就是我们慈善公益事业的一个真谛所在 不仅要让你的生活富足 还要让你的精神富足 所以我们看这些大山里走出的坑枪玫瑰 他们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扶贫带来的 他们生活的改变 面貌的改变 更带来了他们终于走出了大山 敢于去追求自己心里的梦想 其实这何尝不是我们扶贫的真意呢 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海南的深山里 不管是在东部沿海地区还是在西部的贫困地区 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有梦想 都敢于追求梦想 甚至最终能实现梦想 这不就是我们中国梦最直接的体现吗 好下面呢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有着56个孩子的村长妈妈 为了给孩子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他一直在努力奔波 清住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财富 这里是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郊的蒋象镇寺无头村 陈青青的南昌太阳村就坐落在这里 恰逢周末中午 陈青青和工作人员正在招呼着 来太阳村帮忙的志愿者们吃午饭 看看他们吃饭 看他们那个吃好了没有啊 然后那个他们是两个团队的 两个团队 两个团队两个对接 待会儿那个下午他们要走的时候 找你就可以了 志愿者大部分都是南昌市的大学生 他们利用周末时间来太阳村奉献爱心 太阳村为他们提供了简单的午餐 而每名志愿者都需要自己支付8元的餐费 陈青青说 这样做完全是因为太阳村的资金太紧张了 虽然现在的陈青青为了一顿饭 都要和志愿者们计较 然而在十年前 这个女人可是当地小有成就的女商人 早在2004年 陈青青和丈夫徐子耀 就在南昌创办了一所解除网淫的学校 事业一度做得非常成功 当时那个学校的规模大吗 比这个地方还要大 上百亩 上百亩 那每年的营收呢 几百万 那也就是当时的日子其实挺好的是吧 非常好 我从来不做饭也不洗衣服 拿着干洗淀去洗 走饭上饭店 厨房没经过20几米和年头吃的年尾 陈青青是江西九江人 自小在农村长大 家庭贫固 13岁来到南昌打拼 直到28岁时 她和丈夫开办 借网眼学校 才创业致富 经济条件好了 陈青青想着 怎样帮帮家乡的穷孩子们 那时她听朋友说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 有个都昌太阳村 她就以爱心人士的身份前往探望 她当时是一个茅草棚 没有房子 就是一个农场 路都没有 陈青青的借网眼学校招收的学生 家境都很富裕 和都昌太阳村里的孩子生活完全两样 当时陈青青就想 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 帮忙都昌太阳村的孩子们 有一些求助都昌太阳村的 太阳都昌说嫌 这个南昌的地区的比较远 她不接纳 她就告诉有这么一个学校 是接网瘾 而且她免费 而且还可以帮你带教带养 然后还可以接受教育 结果就从那边推荐到我这边来 我们就免费接纳 那时候叫免费 那时候不叫带教带养了 现在才知道叫带教带养 陈青青就这样 慢慢地帮助都昌太阳村 带养了一批孩子 一度多打18个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只维持了5年 在2009年的时候 陈青青和丈夫的事业 遭遇重大挫折 学校所租的场地被产权单位收回 借网瘾学校只能解散 而陈青青这些年带养的孩子 一时也没了着落 当时派不了学校 就想把这个孩子解散 那孩子他不愿意走 他说我回家都会饿死了 都昌太阳村也不要我了 你帮我安定一个地方 我去了很多的那个福利院 去了很多地方 人家都不接纳他 跑了很多的基金会 人家都不接纳这种孩子 不要 你什么理由不拒绝接受 我说这个孩子是太功夫了 爸爸去世了 妈妈走失了 家里没有人了 当时我因为不知道 那个福利院有多大的标准 我们也不清楚 结果他们大部分会说 13岁以下的我们就收 而且还要公安部门送来 你们这种人送来 我们就是不收 所以没办法 只有应得了和必养 无奈之下 陈青青只能将这些孩子 带回丈夫 许子耀的老家 蒋相镇似乎投尊 在这里有一座陈青青 修建的尚未完工的幼儿园 这些无处着陆的孩子 就这样一差阳错的 住到了这个宽敞的大房子里 住的问题虽然解决了 但吃饭一时 却又成了大问题 被卖家散了 我自己最心爱的是 我女儿从来不做公交的 把这给卖了 铁补他们的生活 但是马上就花完了 然后就开始卖房子了 我是买了几套房子 卖了房子 把这里装修了 做那个安全设施 然后很快就花了 花完了以后 然后就把房子 几套房子就贷款 现在就是花的这些钱 就这样陈清清又苦苦撑了三眼 一直到2012年 陈清清实在觉得独立承担了 他这才开始想到 效仿都昌太阳村的模式 在南昌县民政局 注册登记了南昌太阳村 民办非企业 注册了这个太阳村之后 可以接受社会上的捐赠 他们说 然后还说那个民政部 会给孩子们低保和医保 那我当男生会有保障了 很快 南昌太阳村正式成立了 目前一共有56个孩子住在这里 他们有的是复兴人员的子女 有的是社会上的流浪儿童 而整个太阳村里 唯一懂点运营管理的老师 名叫贺平 她是陈清清从西安太阳村 请来帮忙的朋友 然后陈轮那次过去的时候 就碰见我朋友了 就说起几个 她刚开的时间不长 聊得挺好的 然后就说让我们给她帮帮忙 因为这边就是目前对待孩子的 有些人不太了解这孩子的心理 或者是处理不那个啥 然后就说是让我们过来 贺平老师在南昌太阳村每个月领取 一千八百元的工资 即便是这样微薄的薪水 她也已经两个月都没有拿到了 那我们也没有说 反正陈主任很着急 每次都很着急 然后我们都在说 还有奶奶了 她也都说不着急 我说我们在这有吃有助的 反正我也不愁是不 有什么好愁的 那咱都能看得见 都能看得见 就感同身是我觉得是 南昌太阳村虽然能够接受社会捐赠 但目前来看 靠捐赠根本无法维持运营 因为如今捐款的人少 爱心人士更多倾向于捐物 捐来最多的是米面油和衣物 说的难听一点 我们这个衣服就是 挑那个比较好的 合适一点的孩子穿 然后挑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洗干净 消一下毒 给孩子们穿 要保持那个 那个干净嘛 对于多出的大量衣物 陈青青每年的处理方式 就是转卖给棉房厂 那里陈青卖了 陈青卖掉了 多少钱已经卖了 三毛 三毛 那个上门来说八分钱已经的 所以我只有做的那个 卖高一点 卖贵一点 随着在南昌地区 知名度越来越大 陈青青发现 来寻求救助的孩子 也越来越多 周金辉三兄弟 就是由他们的外公 亲自送过来的 你是更愿意跟着陈阿姨一起 一起在太阳村待着 还是更愿意跟外公一起回家待着 这里 这里 为什么不愿意跟着外公一起待着 在要做事 外公要做事 外公做什么事 修车子 修车子 为了能够照顾好这些孩子 为了能够维持太阳村的运转 陈青青以每年每亩500元的价格 将太阳村周边的50亩土地和水塘租了下来 他在这里划分了430块爱心菜地 每块菜地一年的任领金是800元 陈青青希望 能有更多的爱心人士 来认捐这些菜地 但目前他只推销出去了20块地 我说有的是不知道 有的是觉得贵 有的觉得在这里花那么多钱 买这个蔬菜 可能是划不来吧 有的人也去了菜地上 但是具体原因我也不知清楚 具体 你原先的设想是 把它全卖出去 全卖出去的话 就够了 就够了 就够开支了 再自己努力一下 养点鸭 养点鸡 养点鱼 要把这些全部整合了的话 社会不跟我捐赠 我这也不会找白头了 也不用花仇 能养得好好的这些孩子 陈青青说 他相信困难总会过去 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等他的太阳村运营走上珍贵之后 他还会接纳更多的孩子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留守儿童 多年来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儿童快乐家园项目 一直在努力为农村留守儿童 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情感陪伴 邵阳县位于湖南省中南部 地处横绍干旱走廊地带 属于国家级贫困县 由于经济发展落后 大部分百姓只能依靠外出打工 来维持家中的生计 干旱缺水土地贫瘠 在距离县城二十公里外的黄金乡 并是全省闻名的贫困干旱巷 同时也是邵阳县留守儿童问题 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 女孩名叫春梅 纪念十四岁 每天早上 她都要早起为忙碌的爷爷奶奶分担家务 照顾年幼的弟弟 我从小吧 我爸爸就不在我身边 后来一直没消息 然后呢 我妈就一个人在外地打工 她很累 多年来 春梅和在深圳打工的母亲聚少离东 只能偶尔通过电话联系 经过几次的交谈 春梅渐渐意识到 母亲似乎已经打消了回来的念头 她无法想象 这样的生活自己还能支撑多久 我们在儿童快乐家庭的建设上 把这个场地的硬件作为一个重要标准 我们要选择通水通电的场所 一般面积不少于60平米 为这些留守儿童配资料 可以供不同年龄阶段儿童预论的三千套儿童奖务 还有数码钢琴 仅一千套文化体育用品 2015年项目工作组在了解了邵阳县的情况后 迅速联系爱心企业单位 针对当地留守儿童问题严重的乡镇 建立起了十个儿童快乐家园 来来来 看 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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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活动室开放后 不但让村里的孩子们放学后 有了正规的学习和活动的场地 许多性格孤僻的留守儿童 脸上也开始多起了笑容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我们更重要的是将通过儿童快乐家园的建设 发动一批以家庭为单位的爱心妈妈 爱心爸爸事业者队伍 让他们跟留守儿童接对子 开展一对一的帮扶活动 通过儿童快乐家园 为他们的爱心也找到一个出口 也为留守儿童提供了一个情感交流的 这么一个好的渠道与方式 帮扶活动的开展 让留守儿童的内心多了一份牵绊 与春梅结对的爱心妈妈 叫蒋梅娥 是县里的机关干部 蒋妈妈无微不至地关心 让春梅原本灰色的世界 重添了色彩 除了平时的电话交流 只要一有空 蒋梅娥就会到家里或学校 看望春梅和弟弟 那学校好像我跟你讲的 每年都有进步 不一定就比学习成绩最好的 哎呀我怎么这么不行啊 也不要去看老师看到那个差的 就是我的心态 我每天都有进步啊很好啊 我每天都有进步 当时我们接队到这里来的时候 他是不怎么吭声的 不像现在这样话很多的 跟你说这个说那个 他没有什么拘处 我感觉我是那种 以前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什么都不敢 都不敢去尝试 我现在开朗起来呢 就想什么都去尝试一遍 我现在开朗起来呢 我现在开朗起来呢 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 爷爷奶奶的身体里还要关注一下啊 是的真的老人好年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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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啊 好好 鲁雪椒是大平学校代课老师 同时担任了大平村儿童快乐家园的义务管理员 鼓励一下 谈啊说啊什么都可以讲啊 无忧无虑地讲啊 开心啊 也使他们变得更加活泼了 这好像是一个家一样 他们就在这个家里好像得到一些温暖 你去哪里干的嘴 干的嘴 最实际一点呢 给他们带来了快乐 最实际一点就给他们带来快乐 在角落里静静看书的女孩叫孟婷 比起白马村的春梅 孟婷的身世更加不幸 母亲在她不到一岁的时候出走 至今没有阴心 父亲也长期在外流浪 年幼的孟婷只能跟随体弱多病的爷爷奶奶 借助在一间土建的出租房里 得知孟婷的情况后 许多爱心人士来到儿童快乐家园 想给予帮助 当问起女孩最需要哪方面资助的时候 孟婷却做出了令人意外的回答 就是想看下我妈妈 就是想看下我妈妈 我看一眼也好 看一眼 我要知道她是什么样子 我也很想知道她是什么样子 我目标就是考生大学 这个女孩子非常地生气 真的她做到了 半期考试 她考到全班的第三名 就是什么考试 她成的第一名 就是在一个这么小的地方困住 什么都不知道 或者她知识也只有这么一点 只有想出去学更多的知识 我想说 有可能我成功的 我妈妈就会回来找我 这个是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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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我希望你也要我怎样 会有强 哈哈哈哈 我班人都学的 全部都有强 政府 市场 社会 各自应该承担各自的责任 如果我们各方面 都能从自身的优势做法 大家都来为留守儿童 做力所能静的事情 我想留守儿童的问题 将会在更大程度 更广范围 得到一个更好的解决 感动 机器章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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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到有了儿童快乐家园 那些原本性格孤僻的孩子变得开朗了 学习成绩平平的孩子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张彬 张彬你怎么评价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开展的这个公益项目 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公益项目 其实抓住了当下儿童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心理问题 我们知道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城镇化的不断加快 生活确实是越来越富足了 但是一系列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了 比如说我们留守儿童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相对的这种农村地区的孩子 心理疏导的问题等等 都是摆在我面前急待破解的难题 那么随着一个一个的公益项目 从过去的越来越注重经济上的投入 注重物质上的改善 而转向了更多的关注到了这些特殊群体 特殊儿童的心理抚慰 我觉得这是我们公益慈善理念上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说呀 现代慈善的概念 除了这种相对良好的运营管理 以及严密的监管之外 更多的是这种慈善的意义在转变 除了满足物质生活 更多的在关注着精神层面的需求 对 孩子是未来的希望 全社会都在关注着儿童的问题 像今天呢 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边关注的 这些贫困的学生和留守的儿童 还有很多 那张斌 政府和我们整个社会各方的力量 还能够为这些孩子们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政府和我们的相关部门 以及社会团体能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孩子我们被誉为祖国的花朵 其实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进程来看 当我们两个一百年实现的时候 如今天的孩子恰恰到那时候 就成为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主力军 那么这些孩子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 这些孩子的人生观是什么样的 这些孩子生活境遇是什么样的 其实直接关乎到了我们国家的发展 有的时候民风即社风 社风即国风 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和这一代人的价值观是紧密结合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扶贫的过程中 不但要受之与余 还要受之与余的一个道理 不但从物质上予以相的满足 还要从精神上让他们的价值观 能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以及民族的富强相吻合 这一代孩子未来成长起来之后 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 其实极大的影响着中国未来 实现中国梦成功的与否 所以关注我们今天的 特别是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 其实就是在关注着我们中国的未来 好 非常感谢张斌 那如何帮助孩子们成就更好的自己 是很多公益组织都在关注的问题 孩子是未来的希望 当一颗颗希望的种子 孕育成参天大树 它们回馈给整个社会的 将是整片森林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下期节目再会 当危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需要得到帮助 当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应该是快乐和尊重 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爱心需要颂养 善行需要传递 世界不会没有困难 但却可以消除不住